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泽拓科技 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做的产品 叫做昆仑Base 是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主打TP场景 支持这些AP产品分析 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在这种 数据库方案 包括机房内跨际群多余等等 可以了 好 然后内容的话分这么几部分 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架构核心技术 然后这个 理论化 就是一般化的讲一下 数据库系统对于这个 云计算的这种服务化的这种价值 因为今天大家讲的主要的是讲这个 对吧 K8S啊 使用K8S技术 然后使用这个容器 怎么样做这种 服务的这种 调度啊 监控啊 随时的拉起啊 等等 那么这些灵活性 为什么在云的环境下 能够做到这些灵活性 其实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基础 就是这个数据库系统 的 的这个 这种 高可用的能力 也就是说 当很多这个服务 在各个地方拉起的时候 它数据还在 这一点其实是一个 有很大难度的事情 因为这个数据量 会很大 大家会想去接待到 然后会介绍我们 空转贝斯这个 高可用机制 包括这种 还有多机房的高可用 还有这个这个 容器化的一些展望 对 那么空转贝斯呢 是一个这种 支持这种弹性伸缩的分布式数据库 这个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把这个数据呢 把这个数据上用户 用户以表为单位做这个切分 比如说用户可以定义一些分区表 然后这个分区表呢 我们空转贝斯就会把它放到 不同的这个 集群的这个分片上面去 然后呢 这些分片呢 我们集群可以按区的去 搬动这些分片 比如说一开始 你 你有两个数据分片 看我们右边那个图 那么这个图里面有三个 这个我们叫shud storyshud 就存数据分片吧 重文教 然后呢 这个三个这个shud 然后呢 可能你后来又加了两个 就变成五个了 然后又加了十个等等 总之就是说 你可以按去增加这个shud 来增加存储的空间 以及增加计算能力 同样你也可以增加这个计算节点 来增加这种查询处理能力 因为我们还支持这种 AP的一些查询的 这种分析的能力 所以 比如说可能 有些查询下 你的计算负责比较重 你就可以增加一些专门的节点 做这种查询分析 我们也支持 读写分离 这样的话 这些查询分析节点 它就从这个 这些shud的背基节点去读数据 所以也不影响主机的这个写入 那这些是数据库的一些 一些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能力吧 然后可能你 比如说你后来数据量大了 又增长负载提高了 然后呢 你就要加了一些shud 然后你就可以 DBA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就是让系统把它搬一部分 到这个其他的新增的shud上 就是谈计伸缩 然后呢 这个 我们支持这个金融级高可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机器 它可能有一定的概率 会发生故障 包括这个需要围保 包括这个这个不小心可能断电 之类的 那么在这些 发生这些状况的情况下呢 我们能够去把这个数据呢 不丢不乱 然后呢 业务持续运行 它还提高小于30秒 比如说主机电刚好 主机电刚好 就在挂了那边 能够在即时发现 并且发生 各自个自动的准备切换 这样不需要人去介入 马上就可以在30秒以内 这个这个继续运行 持续提供读写服务 我们也支持这种这个 叫做多机房的高坑 刚才我讲到 还有同常一地双火 然后包括我们也支持 有这种极致的 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那么今天主要重点讲的 就是这个高坑 红素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目前空软费是支持一部分 就是基本的这个K8S 这种容器化部署 那个主要是有个别组件 那个由于它使用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开源的组件 然后呢 那些组件它不支持容器的 就是这种域名的 就是它不去使用IP地址 等等 还有一些小技术细节 导致目前还有一些部分的组件 就主要就是 Plus Manager 以前会介绍到 然后还不支持这个 主要的计划 那总之是说 但是我们后面会去 把这些都做全了 然后HTAP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能力 就是这个叫数据分析的能力 那么这块能力呢 就是让用户能够 这个 做这种分析类查询 用最新的这种TP的业务数据来做分析 提供这种最及时的这种数据分析 分析最新的数据 然后我们支持这个MySQL PG两种协议 两种SQL语法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程序 原先使用的是MySQL 或者Postgres 那你不需要任何修改 直接能够使用 换了一辈子来工作 但是这时候 原来你用的是单机 你现在变成分布式的 就可以谈心伸缩 就可以有很好的高可用能力 这是我们的一些核心能力 OK 然后呢 咱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这个数据分析 对于这些云服务化的这种价值 就是比如说 这个 在云的环境下 大家希望达到一种 就是说 服务可以随时做这种迁移 这种灵活性 那么现在接触K8S 接触这种容器化的技术 做得非常好 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 发现 比如说故障 让某个服务节点铺正 然后迁移 或者是做这个弹性伸缩 对吧 增加更多的服务节点 来扩展这个计算能力 那其实 包括这种多机房 对吧 同时提供这种 多机房的这种高可用能力 服务的这种伸缩能力 这都是非常好的技术 那其实这一套基础 这些服务呢 这些服务呢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需要 什么数据户系统的 所以呢 其实数据户系统 在这里都提供了一个 基础的一种能力 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服务 它需要在本地的这个机房 有数据 因为这个服务和数据 还不能离得太远 假设它是跨机房的 性能就延时就会增大 不过是它跨城了 那那个延时就非常大 事实上就是一般 不会那么去用 那么所以呢 就需要什么呢 其实是数据户系统 提供了一种基础的能力 那么也就是 数据户系统也要去 比如说要 要在多个机房上 有多份的数据 这些服务才 上方的服务才能够 签到那些机房 否则它签过去以后 没有数据了 然后跨机房 读写数据那就太慢了 当然有些服务 它是不依赖数据库的 那就非常灵活了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服务 它是依赖于数据库 对吧 这个微服务呀 各种 现在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场景 很多都是用微服务来做 那么这都就是 通常是依赖于数据库的 很多服务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说 这个其实这个数据户系统 它的这种跨机房的能力 这种 这种 跨机房的 多机房的高可用性 其实对于 上层这些服务的这种 灵活性灵活的迁移 其实非常重要 对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 这个计算和数据的高可用 整个就是说 这个 它们的这个数据量 对吧 计算的话 比如说这些 这些服务 它是以这种程序文件 其实本身就是程序文件 对吧 比如说我们放的 各个机房都有 那么就可以用 它是以容器的形式存在的 各个机房都放着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迁移 它这个数据量比较小 因为它这个容器一般 数据量是比较小的 但是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 很多时候是数据量非常大 数百GB是常见的 那个几十GB也非常常见 然后达到TB级也是很多的 那么这时候会发现说 如果这么大量数据 它没法跟着那个计算 就没法跟着什么 那些程序 像这个文件一起去签 但是数据量太大 求助的量比较大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区别 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数据它是变的 就是在业务运行当中 这个程序文件 这个程序逻辑它是不变的 对吧 它一程序容器的形式 或者一程序 它基本是不用变的 但是呢 那个数据是变的 那个数据的话 比如说关系数据部署 它那个数据 经常在业务运行当中 它在它修改 那这是一个区别 这种区别导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需要 持续把这些变化的数据 它的变化 传到这个多计方 多份数据上 才能够让这个上层的容器 能够随时往过签 签过去以后 就立刻有最新的数据 所以这边 其实数据酷性 提供这种基础的能力 所以呢 相应的这个 就是说 由于这些一同吧 导致说这个 计算和数据的 这个高能准备 如果要计算的话 就是随时去 拉起服务 都要以KBS 这些基础的 这种基础能力 就做得非常完善了 但是数据这部分 它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数据量 通常会比较大 没法到处随时 就随时跑 随时就秒击去签 所以必须什么呢 比如说有多份数据 在各个机房呀 各个这个可用区域呀 或者说包括火灯用的话 这个这个私有这个机房 在有数据 工资也要有 总之就是 如果你当用的时候 才能够签 你会发现可能要好多一分钟 甚至是个半小时 就就就就来得及了 所以呢 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呢 就是这个数据库的 云云服务啊 是这个云计算的 技术能力 能够确保 随时拉起 就是说 比如说 单空气 或者是多云 多机房 这些 反正就是数据的 你希望你的服务 在哪里都可以 跑起来的话 那个地方 如果它依赖于这些数据库的话 那那地方肯定得有数据 否则的话 这个服务起来 没有数据 所以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一点吧 就是 下面就讲一下是我们 困难卫生的集群 我们是怎么提供这种 刚刚讲的这些高可能 其实我们有两套方案 一种是基于容器 K8S这种方案 大家会讲 另外一种就是说 这个这个我们目前 花了挺多精力和时间做的一种 相当于是自己做了一套这个 做这些服务的监控呀 服务的这种节点的拉起呀 做这个集群的高可用呀 确保 其实目标就是确保 达到的目标 其实都K8S比较像 就是确保服务持续地在运行 然后哪里如果节点当了 就把它拉起来 只不过对于数据库 它复杂的是说 你还得确保这个数据 它的一致性 你拉起来以后 那个数据它得是对的 不能有丢失啊 损失啊这些 所以复杂性又更大一些 所以呢相应的 就有这么些组件 这些组件具体干啥 其实大家也不用去仔细看 反正就是 这些组件确保的是 它能讲的这些目标 那么 总的来说 这个流程就是说 一开始先把这个服务器 用我们这套工具把它初始化来 初始化以后呢 这些机器上每一个 就都有我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我们自己的 一些组件和模块 程序文件 或者是高可镜像 然后呢 这个这个 后续我们就有一个管理工具 也支持这种API classmanager API 用这种管理工具 叫Xpanel 你可以用点鼠标的方式 去所有的创建集群 在你刚才初始化过的这些机器上 你也可以调classmanager API 去创建集群等等 这后续的事情 就非常自动化了 所以是这样一个工作机制 然后呢 我们这个高可用分好几部分 第一部分 最最最基本的就是 这个集群内的高可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FoolSync 就确保说 这个刚才讲的 这种SHAD 这个这个 这个右边这个图 这个SHAD 你看它这个主和背 主是 数据的时候写入到主上 计算机内 把用户的数据先 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就是查询处理 比如说你自己的update delete的这些操作 它会送到这个 全数节点上来执行 经过拆分 比如说你update的一个表 某个台阶下 匹配着好多个行 它是放在不同的SHAD上 那么 计算机内经过处理 以后就会发到 各自的那个SHAD上 发那个针对性的语句 去更新相应的数据 就这个例子 那总之就是 发下来的语句呢 主接电上要先执行 然后把p-lock传到背基 那么我们这个FoolSync 就确保说 比如说这个背基上 每一次任何事物提交 它都有这个主机上 全部的这个bin-lock 这样的话 一旦主机电消失了 坏掉了 那么主机切换 我们会自动发现这个状况 然后做主机切换 那么呢 现在主机上 就刚才全部的这个数据 更新 就不会损失这个 丢失这个数据 这就是FoolSync 然后呢 我们能够在这个 就达到 刚才讲的说 30秒内完成这种切换 而且不丢失数据 就IPO等于0 RTO小于30秒 有意思 那么和这个 设计版的 比起来的话 不管是在性能上 还是在可靠性的级别上 都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块呢 就不细展开了 我们官网上 有一些文档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有兴趣的话 然后呢 这个FoolSync HA 就是刚才讲的说 能够监测主机电 健康状况 然后自动做 这个选主 准备切换 目标就是 确保主机电 它是持续的 持续的提供服务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多机房的高可用 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这个 昆雷贝斯的集群呢 能够部署到 多个机房上 那这个机房 在语音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认为 它就是比如说 你可以把可用区 看作是机房 它是一个 本上其实是一件事 只是这个 的术语不同 那总的来说 多机房达到高可用区 意思就是 假设一个机房 或者一个可用区 整体消失了 的时候 那么这个集群 仍然能够提供服务 这是一个 更高级别的 一个高可用能力 那么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 集群的每一个这个SHAD 刚刚讲的 stortedSHAD 每一个SHAD 部署到这么多个机房 这样就可以 这里可以看到说 这里有这个 一个是 这是其中一个SHAD的布置 那么一个集群 它有多个SHAD 那么一个都是这么布置的 那它是怎么布置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主机房 主成的主机房上呢 它有一个这个 主节点 然后呢 主成的这个主机房 也有一个背节点 这个都是做FULSINK 复制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上的任何事物提交 在背上一定 一定是收到了 主才会告诉客户端说 这个事物提交成功了 这个意思 那么 告诉客户端说 事物提交成功以后呢 这笔事物 那么数据库系统才有义务 有责任保证它 不会丢失 这意思 所以呢 这个FULSINK的这种背呢 就是在每个机房 都有这么 每一个这个主成的背机房 都放一个 这样的话呢 确保 如果这个主成的主机房 垮了 整体垮了 那么我们系统能够自动的切换 切换这个主机房 切换到主成的某个 背选的主机房 这样的话 那么机群整体 仍然是能提供复活的 提供多些能力的 而且呢 不会丢失数据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另一个情况 就是假设组成整体 好几个机房 同时都坏了 但这种情况 其实是不会发生的 就是说 几乎不会发生 概率极其小 可以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 这个很多这些 其实实际的部署当中 通常就是 所谓的同称 两机房啊 这些也就够了 那么 除非一些 比如说金融啊 什么 有非常高的可靠性要求 才会有这个异地啊 也要搞一个机房 由于异地这个延时很大 就不能启用强动部 否则的话 这个 事物处理的性能 就会大大降低 那么只能是异固的 那异固的 就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个 假设组成这些机房 可能同时都消失了 就是在每个机房都放一份就可以了 这样它 切换到哪个机房 做主机房 那么相应的使用那个机房的计算节点 那还有像这些管理节点 class manager 这些就是每个机房都有 所以呢 就切换到哪里 就使用哪个机房的 同时这class manager 它是一个成绩 它是一个高可用集群 这个 这里的一些技术细节也不展开 总之就是说 class manager 也能同这个管理集群 也能确保 它自己也是高可用的 然后呢 它在机房挂样枪 也能正好工作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说 我们目前这个 这种方案的一些路图 就是说 就是主要是这个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 对 这些是我们以后可能会改进的一个方向 主要是在云这种环境下的一种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高可用方案呢 我们所有这个高可用技术 其实是面向的是什么情况呢 是这个 就是 部署在 没有部署在云环境 不使用那个云的这种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那种场景 而是说 出一部系统自己负责高可用 自己负责这个 弹性伸缩 那假设说 假设说 现在咱们想把它 把客人贝斯部署到这个 云的环境 比如说工业运用 现在客人贝斯也在阿里云上 你可以在阿里云的市场上 买给客人贝斯服务 那这种云环境下 部署云贝斯 那其实当然也是可以的 因为 这个 这个 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向上提供的 也是这个Portis API 所有调用它都是支持的 所以程序 其实自己感觉不到的时候 用的是 是本地的文件系统 还是这个云的 所以 但是呢 它有个基础是说 由于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本来它就是多位分的 对吧 每个块它位分了几遍 至少三遍 三副本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主头背呢 又位分了三副本 所以呢 这时候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数据 这个分数空间就会比较大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会 以后做一个 纯确的 完全的这个 基于这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这种情况下 假设我要把这个 一些数据 从一个 弄到另一个上面去 这时候 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假设你这个表 有一个TB 那这时候你把它搬过去 是需要花一个时间的 虽然说在搬的过程当上 其实你这个表 还是能用的 其实还是能读写的 但毕竟的话 这个会 传出的数据会比较多一些 这是一个小小的 美装不足 当然了 其实用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那个搬的过程 是在持续的搬 每一块液 新增了一个液 又复制三遍 这个搬的三份 只不过它是持续的搬 它这种 我们这种搬 需要搬的时候一次性搬 所以有这个区别 然后就是这个 对 这句话的意思 就公用语言上的 没有发挥出这个 分布式文件系统多部分的能力 其实意思就是说 其实那个 没有使用它这个多部分的能力 那么 我们自己又做了三份 是这一次 就是变成九份了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后续 就是说 相当于是 会为这个公用语言 做一套完全 云上 Cloud Native的一种 新的技术 那么 同样 另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开发工作量 对吧 我没有使用K8S 而是自己做了一套 完全的 针对我们这个产品的高度 这样意味着 就是这个 使用这个 就是说 我们需要开发这两个模块 node manager class manager 那么假设 是完全使用 就是容器的话 用K8S的话 就不用做这些开发了 当然我们这么做的 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定制自己需求 而且我们不需要东西 我们也不用做 我们只实现自己需要的 这些功能就够了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在工运营上 工运工具 现在是可以正常工作 完全可以工作 然后呢 但是有一些这种 美中部组 包括存储空间 占用偏大呀 包括我们开发了一些 额外的模块呀 当然这些模块 如果是在 语言下 私有部署的话 是必须得有的 因为假设说 没有K8S这些环境 这些环境的话 那么就得有 这个 有这么一套 这种能够把节点 能够随时拉起 对吧 发给它状况 然后要 包括做准备切换等等 另一块 其实就是 使用K8S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这个 真要做准备切换的话 用K8S该怎么做 因为那块 它是通用的 其实K8S自己应该是 不知道说 怎么帮出去 部系统做准备切换的 这块怎么样 把这块定制的逻辑 就是说能够 如果一种Plugin的模式 就是 注入到K8S的流程当中 那么有这套机制 我们其实才能够用K8S 做一个 完全clonative的 一种高可能的技术 总之这是一些 我们的展望 那么 这个就是刚才 刚才有一些 有讲到 那么对我们的目标 就是说 以后会做一种 完全使用K8S的这种 这种高可能的技术 这种高可能的技术 完全完全非白的 这家武器 这样的话 这个就完全相对 和云的这种生态 技术设施 绑起来 做成一种 变成一种 clonative的模式 这种模式 可能我的 这块高可能的机制 会做的更简单一些 开发功能量 也小了很多 然后这个 包括存储的分数 刚才讲的 三乘三 三乘九分 在任何世界 就完全使用 原分不是文件系统 本身的高可能能力 我们就不用在 数据图系统 这个层面 再做一遍高可能 那就是数据多贵分了 多分了 对 挑战就是 对 这块其实我刚才有讲到 那其实现在看来的话 今天大家讲 开发子这些 刚才前面几位嘉宾分享的 都特别好 就是说讲到开发子 各种用法 我发现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 前面他们已经都有讲完 特别是最后一条 应该是有讲 前面有讲的 然后像这个 前面这些 关于数据的部分 数据的这种一致性 这个也是 是我们单独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 QS 其实是帮不到我们 必须帮我们的一些 逻辑啊 算法啊 然后 以插件的形式 注入到QS流程才行 这块的话 我们以后 还要看一下 怎么做 对 这个是我们的 产品的公众号 欢迎大家关注 然后相关的技术 然后我们这个 有一个社区小编的 微信号 可以加 欢迎大家 欢迎加上它 然后可以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社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有这些很多技术 这种讨论群 平常就是交流 这些数据部系统 相关的技术 包括 满信号 包括PG都有 就是 就是 更更更主要的就是 关于我们 Koronbase的这种使用啊 相关的技术啊 日常我们 每周也在做 现场的meetup啊 这些都有在 我们的群里都有 这些相关的通知啊 材料啊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 可能会遇到一个热点的问题 我想问问那个 第一个就是热点的问题 是怎么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水库的直升计划的问题 咱们现在是否可以支持 直升计划的保定 嗯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的问题 就是 现在我们工程废的 是否 是不是有一个历史 啊 首先现在还不支持历史存储 然后那个热点怎么解决 就是由于数据是分片存储的 你说的热点 可能是说假设 某一个表 所有的这个流量 都来到这同一个表了 对吧 它是一个热点 是吧 然后该怎么办 但是你的数据分布的话 比如说 我实际上 三分之四分之五 那我 会集中在这三个 三个结点上 等于数据流量的话 要有三个工程 都存在这三个结点上 所以说这块应该也是个问题 如果说你能把数据打散 比如说这张表 我们其中的存放 在这三个结点上 我可以认为的 有一些 这种指定 不会存放 在不同的这种 数据节点上 那就是你把这张表 的整个数据打散 对所以我们 我们支持的这个数据分片 怎么做的呢 就是DBA 需要那个 做这个 表的这个分片 它需要根据这个 比如说 我是一个订单的表 对吧 我可能根据订单的ID 做一个hash 把它拆成多少片 然后放到分线上 假设说 假设DBA 用法不合 不当 然后呢 它把一个 比如说 非常常用的一个小表 然后放到了 只放到同一个 某一个线上 导致它变成一个热点 那说明这个时候 它需要改这个 算法 我们支持一个 repartition 是公路的功能 对 能够调整 也就是 假设一开始 没有设置好 或是忘记 去做这个表的 这个分片了 导致说 后来发现这个 这种不合适 我们有个功能说 让它能够随时的 去改这个分片的方式 然后 而且这个 我们叫repartition online DDL repartition 什么意思呢 不光能做repartition 还能做online DDL 比如说你想对这个表 比如说加个列 改一些数据类型 列的数据类型 或者说再删个列 或者调整列的顺序 你可以一次性的 把你想要的新表建好 然后呢 调用这个功能 一次性就把这个表搬过去了 而且搬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表是持续可以读写的 那这种就是用于帮DBA解决这种说 哎这个可能业务的需求变了 或者一开始设计不够良好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或者是业务的规模在持续增大 一开始没有想到啊 后来后来它变成热点了之类的 的情况 随时可以按需去调整这个表的 这个分片呀 定义呀 这个 都是可以的 都是自动化的 而且不停止 不影响原来那个表的图形 有所问题就是那个 实际计划的绑定问题 是咱们现在是支持的吗 你说支持电话绑定是 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我们当时呢 确实做查询 我们在计划店里做完整的查询 优化流程 解析然后优化 就是数据工程商务 有些CDIB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 网络通讯通讯通讯 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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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时候它采的这个 比如说采量或者怎么样 它采的数据不一定准确 它生成的技术制定 的执行计划不一定 比之前的执行计划就好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 会认为的去执行一个 执行计划的 它其实可以规定 让它就好 我的指定的这个 首先是这么做的话 肯定就是你说这种方法 它和这种 说使用hints 有类似的缺点 就是这种就是 你要在那个应用程度 你真要这么做 你会发现你要改用代码 你要在代码 加一些hints 加一些你刚才说的 绑定的那种 调用或者是机制 那么这它是 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我们目前也不只是这种方式 但是说那个我们支持 比如说prepare statement 就它优化好以后 可以反复用这个 长期化很多次 然后那个 但是我们并不支持说 它去选说我用哪一个计划 因为这个事情在实际生产性 当中你会发现没法用 因为它是在不断的 在运行当中的 对不对 你如果还需要再改 改那个 在连接里头改那个程序的 改连接的状态 是不好操作的 就是实际上这个方法 其实不太使用 它可能适用于 就是说DBA 后台去 它发起某个查询 然后它发起了多次 什么 它去修改 但在业务系统连上来 然后它去 你让它这么做 其实是不合适 因为你真的有很多 人工介入的东西 它这个业务程序代码 没办法就是把这些东西 实现成一个 实现在业务逻辑里面 对不对 实际上这种方式 其实是并不实用的 所以如果说查询化 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应该我们会去改进 这个查询优化 这一套逻辑 去把这个 比如说 把这个统计信息 弄得更准确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查询的话 我们也支持把这个存储 这个SHAD上面的 这个统计信息 汇聚到这个计算节点 以便呢 有准确的这个 关于下面所有表的 这个统计信息 它以便能够 产生准确的查询计计划 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解决这个 查询计划不够好的问题 或者说甚至是说 是不是我们目前的查询优化的某些 那些关键的参数 设定不合理 总之我们是通过 改进这个程序 软件本身 来做的事 而不是说 把这个负担推给用户 因为其实用户 让用户的设计性 当然就能够改 实际上 就是没法用的 包括那个Hint 其实Hint有个问题 是什么呢 随着你这个数据的变化 你会发现原先管用的Hint 后来不管用了 比如说你要求它 比如说 必须这么着用 或者这个特指定的顺序 它可能随着一个表的数据量 或者减少 或者它里面行的分布的变化 然后比如说 某些值 它的数据量越来越多 它这个数据不是平均分布 它也就是所谓的偏斜 就会导致什么 原先好用的程序 后来就不好用了 再慢了之类的 或者说原来慢的 后来它就突然变快了 所以这个时候 都是查询优化器 本身做的不够好的问题 所以得改自己的这个 产品的实现去优化 那我感谢赵老师的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 介绍我们的行李 可以将我们的行李交流 谢谢 接下来是来自理想的 张文杰老师 给我们分享 与原生在一起的 基督战志 愿门 感谢您的观看